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都懂得我们要族的故事还有我们的来由 所有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 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民族从我们祖先的土地上 去了走到山里头 然后重打开 一些部落分散到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关于创造和洪水的故事 跟神经里头的故事很相似 神经是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书卷的回集 这些书卷是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印 这是如何跟这个创造我们的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台初有岛 岛与神同在 岛就是神 玩游是觉得神造的 神创造了宇宙玩物 高山火火流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动物 海里的雨 还有花草树木 神按照他自己的现象 创造了眼 并且把生命的气息吹到眼里头 神创造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 神在玩时玩物上供应 他们 祝福他们 并且和他们和母亲同住在一起 他们的责任是要顺服天宠神 并且照顾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在那个时候 有一颗虚 神建制那眼和女人吃那颗虚上面的鸽 但是蝎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 它想要骗那眼和女人 每天生的命令 当那眼和女人犯罪 神惩罚他们 并且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干脱壳 因为神是神结的 没有犯罪的 从那一天去 燕就开始经历一次一次的失望 并且石可乐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好多年过渴了 一大一又一大利人 赖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邪恶 或没公平 正因为讲字 甚至用洪水 毁灭过这个世界 但是神阔恋燕 所以他选择针灸一个 相形形犒牲的家庭 还有每一种两只一公一母的动物 碰碎过咳之后 燕继续在地上 反燕 深耳于腻 不断增加燕扣 凭借分散到全世界上 燕懂得神没在喜欢他们 所以燕开始烧香 嫌疾 燕也听从 道德的教导 不断的尝试 让燕显得更加公益 但是这些都没有用 燕仍然和神个力 但是神 还在这个世界上的燕 他持个燕 仰光或浴水 使他弄走无声障 神一打眼将来又一天 他会排一个燕来 打开 恢复 和神灵美好的关系 又一天 神的岛 变成了燕里有声 赖到这个世界上 赖到我们的眼中间 这个燕的名字 就是耶稣 耶稣 叫到燕 是吗 是圣里道 他一直 变眼 凭借靠圣里道 赶走邪恶 耶稣 完全地 神父圣 而且他从来没有 走过一件 错事 尽管讲这 华人恨恨 耶稣 把他钉在 用两根木头 钉成了 十字架上面 杀死了耶稣 耶稣 成了神 舍免眼泪 罪你的宿罪的品贞 他死之后的 三天以后 神一直过世界上 没有的能力 让耶稣 从事里复活 相信耶稣里面 记录下这些事情 还要谈讨这些事情的虚弦 凭借回忌 边在一起 成了神经 如果我们要主演 天从耶稣的教导 该整凭借相信耶稣 我们就能得到 和神永远在一起的祝福 我们不再需要 向神贤疾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做过一个完全公平 公正的意见 祂帮我们赎罪了 神是让我们通过 分享这个好消息 来祝福所有的家庭 并且找到所有的意见 耶稣的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